推算下来在7月以前施打完 两剂疫苗都已经符合条件 尤其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长期与病毒接触 第三剂势在必行 其实是在就是第一线 所以其实打好像蛮必要性的 而且因为我前两季我打的都是AZ 因为那时候也完全没有可以混打的这个选项 在重症病房担任护理师工作 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完成两剂接种 尽管现在本土疫情已经趋缓 仍然不敢大意 又新的变种病毒出现 可以看到现在施打战的人潮是明显变多了 看看其他的国家呢 也已经开始施打第三剂的政策 像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呢 他们大多都是以BNT或是莫德纳为主 我们台湾呢 间隔六个月以上符合施打条件呢 大多都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而他们呢 当时都是施打AZ 不过现在专家建议了 如果第三剂呢 可以选择mRNA的疫苗来提升保护效果 根据美国研究 过了六个月之后 BNT的保护力从86.9% 下降到43.3% 莫德纳的保护力 也从89.2%下降到58 AZ疫苗过了四个月 保护力也有显著下降 医师强调未来第三剂施打 建议都以mRNA的疫苗为主 其实前两剂打的组合有很多种 如果目前主要的建议都第三剂要打的话呢 都是要打RNA疫苗 效果是所有疫苗里面效果最好的 它的免疫的刺激呢 比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刺激效果更好 所以你的抗体会更高 免疫反应会更强 保护力会比较好 有一部分的一个族群 在多次施打腺病毒相关的疫苗之后 可能会产生腺病毒抗体 所以第三剂的效果到底好或不好 可能会由于身体产生了腺病毒抗体 而造成部分影响 所以可能再施打第三剂的AZ 目前可能不是最好做法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透过不同的疫苗注射 产生抗体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其实会支持 以色列 英国 美国 针对第三剂施打BNT保护力研究 有效预防重症可以达到92% 减少住院以及死亡率 现在新型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现有的疫苗足以抵抗吗 如果你第三剂打RN疫苗的话 对Delta病毒株 大概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Omicron 因为Omicron变太多了 所以第三剂打RN疫苗 对Omicron有没有效 这个不清楚 那你的可能的解方 就是我打第四剂 再多打一剂 看你打更高 看会不会对Omicron有效 那如果这个再没效的话 你就只好重新做疫苗 重新做Omicron的疫苗 你要重新做疫苗的话 还是RN疫苗是最快的 病毒不断变异 除了要砸快次世代疫苗研发 接种第三剂 国际上已经取得共识 提升自我保护力 落实公卫措施 似乎是目前抵抗病毒 入侵的唯一途径 TVBS新闻 华正审 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